那這次我會來短獎的話只是因為要教材 喔沒有啦 因為我那個我跟WCF一起去葡萄牠參加那個My Society的TIC-TECH 簡單來說就是那種CVTECH的一個步道大會 那這次去參加的心得大概就是他們很注重學術研究 然後跟我們GNV社群的習慣差非常多 所以我聽得有點就是有點沒興趣 然後因為我就是喜歡看人家show off 比如說他做什麼東西啊很炫或是遇到什麼問題 我喜歡看這種東西 然後他們做一些比如說open wash 到各國以後這個名詞變得怎麼樣 這種很學術研究的時候我就覺得好想睡覺 然後裡面還是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有趣的東西我跟大家分享 那像是這次這兩年FB被打被罵得很慘 還老闆還去美國國會被詢對不對 然後他們這場也有發佈一些他們會做的東西 我覺得是我們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那我就大概介紹 你可以搜尋這個Politik.fb.com 這個裡面有他們 我私下有跟他們的工程師團隊聊說 他們這個是什麼時候開始 他說他們也是今年才成立這個team 而且蠻少才五個人 然後 他們現在有做了一些新的feature是 第一個蠻有趣的就是說 比如說選區的標章嘛 有點像是藍勾勾這樣 可是是選區的嘛 比如說 比如說今天南港區的議員 然後你是南港區的選民 你在南港區的議員的post下面留言的時候 你會有個特別的選民標章 而且你的留言會被排序在最上面 讓不管是讓大家或是代議室更容易看到 當地選民的回饋跟意見 然後那這個是怎麼做到的呢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去這個活動 因為我有幫那個MASA在這邊做一個工作 就是他們現在在收集全世界的代議室的資料 那我剛好手邊就已經有台灣幾乎所有的資料 那他們要的這些資料除了姓名啊 年齡啊 性別啊 那還有他們很重要就是他們這個選區的地理資訊 所以 當這個 比如說南港區的這個 吳思瑤議員 今天去FB跟他登錄說 好我是吳思瑤 那他們會請他上傳一些證件 有點像是銀行開戶這樣 那他也可以比對就是我媽收集了這資料以後 知道這個是真的那個代議室 而且當他的使用者在說他是南港區的時候 他也可以直接幫他配對到 喔他的代議室是吳思瑤 所以下次他在吳思瑤的家民留言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個表彰 那我覺得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我覺得像是比如說臥草的給問啊 如果有這種當地選民的這種表彰 我也是覺得蠻有趣的 真的還錯 喔 酷酷酷酷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除了這個以外 當然也要有一些 他們怎麼 誘惑或是驅使 代議室來認證這個帳戶呢 第一個有一些懲罰 比如說你不是認證的帳戶 他們以後 那個廣告會block掉 然後再來就是 你沒有認證的 你的po文的推廣喔 人家檢舉就會block掉 因為他們現在這種政治性的推廣廣告 被罵得很慘 有可能會被用來操作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之後的 他們也會把這種政治性廣告的贊助 是誰付錢的 每個人都可以看 現在你只能看到說是贊助 那以後是可以直接點進去看說 這個是誰付錢 下了這個廣告 那他們還有提供什麼 這是懲罰嗎 那什麼誘因呢 那等一下 他代議室就會在他的 有點像Fam page 他就可以看到比如說 他這個選區大概都在談論什麼議題 比如說這個圖表 他們在美國可以看到說 他的選民有20%在談論犯罪 有大概10%在談論環境啊 然後自民權利啊 兵役啊這些議題 那這議題他們怎麼設定的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影片 我是覺得做的蠻爛的 他就是 他有點刀 看一下 就是 他在教這個 蛋液是怎麼使用這個東西 我覺得做的還蠻粗糙的 那這邊就是這些議題 他就說這是issue 那這邊他已經先練20個 那這些單液是想要自己新增也都可以 那這有點像是把他關注的議題 放在他的Fam page上面 那這邊的好處就是 除了讓人家知道他的關注什麼議題外 那他的選民也更容易 找到這個候選人 那我是覺得說這個實在是 有點太 太 大範圍了 那你也 他標做了一個環境以後 那你 你也不知道他對環境要做什麼 我覺得 這部分我還沒有看到他的 實作 他到底要怎麼 讓這個候選人表達 他對環境要有什麼 改變或貢獻 然後就是這樣子加完以後 他 他就會 就會在他Fam page 那你 應該是那個使用者留言的時候 也可以 下這個tag 那所以他才會有這個報表出來 那另外 比如說 像這個比較有意思的是 下面這個popularlink這邊 你可以看到他下面這個是寫說 這個post裡面有 19個當地選民有 在這個貼文做互動 所以他可以比較容易 這個代議是很 比較容易說 找到說哪個是 哪個議題當地選民有興趣 因為他直接幫他做統計 他就這邊就會有一個排序 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是我們 某些地方可以參考 雖然說 不要大家只是在嘲笑FB 或是抵制他 我們還是可以從中學習一些 或是去繼續教訓 FB的介紹 就到這邊 那再來Google也有來 但Google做的事情就 他介紹的東西就比較 比較技術一點 就是說他們有推出一個 去個資的API服務 我還沒用過 但他們講起來好像很神 我想說就介紹一下 讓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用看 你可以直接搜尋這個Google 然後DLP 他就說 感覺就是你可以直接上傳一份文件 然後他幫你 直接去掉個資 然後回傳給你 我想說 真的有這麼神嗎 去掉它可以存起來 對 那這個也是大家要小心的地方 對 不要說我輸的就去用 另外就是 那個 今天本來是阿端跟我分享 然後他又放我鴿子 對 然後 他現場也有分享那個 真的假的 那 他算是那個在場 二三十個talk裡面 唯一 兩三個是有實際案例分享 所以我覺得非常驚訝 對 然後有一些就是給那個 donor 就是他們贊助商 在唱首預言的地方 那現場還有一些案例分享 我是覺得 都蠻 直接 直接 直接講 直接講 就是蠻無聊 等了 等了這麼久你就講 無聊 然後 就是 反正阿端的那個 講 他在講真的假的狀態就是 顯得非常有趣 哈哈哈哈 我現在就是要逼他 那個趕快分享 然後我 我分享到這邊結束 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 現場也可以問阿 沒有喔 那我要叫那個 下一組阿 那中文版會有嗎 我有問他 我就說 我有問他兩個問題 就是說 我想要這些 第三方登入的時候 我就要知道他是候選人 或是他的選區 的那個 他說他們沒有規劃 然後 我覺得這就很 差很多 就是我們第三方登入 沒辦法調到這資料 我覺得差非常多 那再來中文的話 我現在給他們這個資料以後 他們要先經過一個 crowdsource 的認證 所以大家如果有碰到這個 驗證畫面的話 拜託回傳給我看一下 他就說 他會讓 大家去 使用者 去認證說 這個是不是真的 比如說無私藥 就是他 讓大家經過這個驗證 對 但我還不知道 我還沒有看到那個畫面 或是他的什麼 實作 然後 台灣現在還在經濟這個 這個process 然後他 弄完以後 會再把資料 全部匯整到我這邊來 我會再驗證一次 然後他們才可以開始這個 候選人或是這個 政治人物的認證程序 這樣 他們才可以開始開戶 所以 我覺得 可能 今年有點困難 我自己覺得 現場碰到Facebook的人的感覺 是他們 有真心在做這個 還是只是 傷害這個 有害管理 我覺得 下面的工程師 是真心 想要做的 然後 主管的話 我覺得就是來 來擋 像第一天 總共活動了兩天 第一天我去找 那邊 工程師聊的時候 聊得很開心啊 算我英文就是 有一些聽不太懂 但 第二天的時候 大家舉問的時候 他就說 抱歉我不能回來FB的問題 請記Email 那感覺就是 有點被下風頭的那種感覺 這樣 我是覺得還是 習白的成分挺大的 那 我是覺得 這些東西 的確有一些可取之處 畢竟他們也是 花費很多錢 在做這些研究啊 而且他們有那麼多 統計資料可以使用 還是可以 我們有利用的地方 可以參考他們的機制 對啊 對啊 或是看他們失敗在哪 阿東有沒有什麼要 好啦 因為我時差很嚴重 所以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準備 然後那個 不過那個 我們那個 Dream B News 有一位記者有去 就是Jason 所以他應該會寫一句 所以就寫著阿斯姆離開 哈哈哈哈 還算掉 順便笑 對 丟球 然後就是 Facebook 老實說 我覺得他們不太懂 大家有什麼 生氣 這是我的感情 對 那現場也有人 就是問他們說 那你們做這些分析 又我們做這些 Research 那你用的是這些 使用者資料的分析嗎 那你們有告知這些 使用者 因為他們是倫等聰明的 然後他就 有點腦修長 就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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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說 你們又要 反正大意就是 你們又要馬跑 又要馬都不吃草 怎麼可能呢 真的 他不是說我都有寫在使用條款式 就沒看了嗎 他沒有講過 倒是沒有講 講成這樣 對啊 大概是這樣 那我覺得呢 就是 這一次T-Tech 就是去年 我不知道去年 有人來參加台北 T-Tech 在台北 現場有嗎 只有一位 好 那個 其實他們大概就是 做蠻多那種研究 就是關於CP-Tech 的 所以來了很多 這個研究領域 那 今年比較大的主題就是說 欸 為什麼 他們很少看到 CP-Tech的 團體 就是 真的去 拿這些研究的成果 來融合 融入在大家 做的事情 就好像 比方說 我們每一次大家來這邊 就是 黑客松提案 G&B黑客松提案的時候 你想要做一個 什麼東西 可是 我覺得大家可能 在G&B的 社群的精神 都比較是 Dual的精神 就是我想 想覺得 欸好我們就做這件事情 或是可以這樣幹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對 大概不會說 你想要做 跟政治獻金有關的議題 你就會先去 做一個捨費 看一下全世界 各式各樣的 是怎麼做這樣的專案 然後誰做得好 誰做得不好 誰成功 誰不成功 當然你不會做這些前期的研究跟調查 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用這個方法 然後 你為什麼這樣選擇什麼 大概 就是這個 大概不是大家的習慣 那所以今年在那個會議裡面 其實蠻多討論 就是說 到底為什麼 然後缺少什麼 這樣 那我也有被找去那個 那個配弄這樣 嗯 那你說了什麼 那你說了什麼 我說我沒看過什麼 就 我不曉得啦 在哪裡 可能給我看 對 然後大概就是我覺得 可能我們社群需要更多 中間翻譯的人 不只是把那個英文的 也就翻成成成文 可能還要就是 有一些人 他可能本身 他可能不是寫程式的 但是他可以 對這東西有興趣 他可以先去看 然後可以再 融合到我們的 整個 不管是黑客松 或者是Grant 的那個 流程 比方說 也許以後大家 要 那個Grant要徵見之前 我們可以辦一些 課程 就是小的課程 等了一兩個小時 然後有人可以把這些東西 上面告訴大家說 欸 有哪些 大概就是我們還是需要一些 這種 終界者 來做這樣的角色 大概是這樣 好啦 分享完了 默化 如何 小型 罪 一個 中文 二 explain 還有 練功 指 Kr 谢谢大家